这个前后患肝癌的一种可能 为什么呢 大家会说是不是有传染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大家的生活习俗 有的时候可能是相通相近 那么特别是肝炎的传染性 那么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 包括饮食但不完全饮食的问题 还有些其他的生活习惯 可能都会造成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一感性的发生 传染性 那么在肝炎的传染过程中 大家如果很多人同时或者是相继发生了肝炎 发生了肝炎化 那么可能肝癌的比例